这是全网最豪横的幼儿园 在这里的吞金兽 每天吃的都是帝王蟹三文鱼 自然羊腿八宝鸭 蒜油扇贝铁板鱿鱼 为了确保食材新鲜 每天吃的鱼都是现杀的 平常想都不敢想的 一百块一斤的建窝果 在这里竟是最低标配 本以为食材新鲜 就已经是幼儿园的天花板了 没剩下后厨的烹饪配置 更是做到了吊打同行 甚至媲美专业餐厅 当别的幼儿园还在钻研中餐吃 这个幼儿园已经开始进军西餐领域 幼儿园还配备了专业的面点吃 所有食材都是厨师们亲手制作 而不是在外面买的冷冻品 不含任何的科技鱼狠活 为了不让孩子们挑食 食堂仪可谓是杀费骨心 专门用三种颜色的面做饺子皮 增加趣味性的同时 孩子们也能吃得多 天天饭菜不同样 每天变着花样研究菜品 为了保证每天营养均衡 幼儿园还十分注重搭配 还将饭菜都做得色泽鲜艳 这样孩子们就能有胃口 为了让孩子们近视安全 皮皮虾螃蟹等坚硬的食材 做好之后都会有专人剃肉 让家长完全无后顾之用 看幼儿园每天的豪宏伙食 屏幕前的大宝宝们彻底坐不住了 纷纷在视频下留言 请问360个月的宝宝能去桂园上学吗 甚至有的成年大宝宝 选择推而求其次 幼儿园有了 养老院傻手安排上 甚至还有网友表示 自己也可以去后厨刷板 不要工资 每天管饭就行 也有贴心的网友说 小孩子肠胃弱 大鱼大肉吃多了不好 这份苦自己愿意替孩子承受 咱就是说 您这算盘打得可真香呢 知道的是幼儿园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五星期大酒店 甚至还有宝妈在评论区提醒 这每天在学校吃得这么好 那回到家还能看得上家里的饭菜吗 也正是因为荣兴幼儿园 每天高规格的用餐标准 不少网友好奇 这一所幼儿园的学费是不是很高啊 当地人随即就出来辟谣 一个孩子每月八百多 而且其中包含了五百的学费 和三百多的饭费 统头下来一天伙食费只要十块钱 除此之外 园长还表示 短视频平台上的广告收益 将用于公益事业 资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免费来源上学 甚至直到毕业 不得不说 园长这一招直接拔告了格局 虽然知道机会渺茫 但还是想请求园长 能开个养老院 毕竟真的没人会拒绝这样的满汉全席 音术直播间画风逐渐跑篇 185大帅哥在线表演妖饶身子 实力全是 大肃无忌大牙 这是全网最不暗场里出派的品牌商 找了个185的阳光大男孩 在直播间表演用腹肌擦自行车轴子 在这张脸上 隐约看到了无类公俊的影子 转满联享受的样子 看起来可不是装的 不过 大哥也不是一直都这样 刚来公司的时候 还是个不爱打篮球的运动型男孩 全程面无表情 如今却是轻车数路满屏爆油 究其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马内给到位了 一天工资800块 这样算下来 每年的年薪都要超40万 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只需要站在屏幕前面 当一个一无是处的花瓶 这简直就是白给的钱啊 刚去的第一天 小哥哥们面对镜头 还有些放不开 擦了几下就连自己都忍不住要笑场 慢慢的也完全放飞自我了 甚至还在直播间扭起了秧个儿 咱就是想问 这世上真的没有你在意的人了吗 当看到粉丝说要治不诱惑 这边直播间就火速安排起来 可是即便是穿上了西装 还是掩盖不住的油腻 宝贝 你拥有了一箱椰子水 你就拥有了我 看得出来 他们也不想这么油 但为了工资 又不得不撒开 隔着屏幕 就有一种给的太多 又不得不上的感觉 当公屏上 有粉丝说难磨腿毛太长 小哥哥们更是当场脱毛 主打的就是有求必应 椰树刚开始直播带货的时候 选的都是清一色的风雨女生 在直播间里扭腰送胯 结果被官方大大批评内容低俗 但是椰树老板主打的就是一身反骨 被批低俗之后 立马派马仔去将四十万法款交了 随后又将女模特 全部都换成了185的肌肉猛男 继续在直播间里面擦边 这听劝了 但又感觉没完全听 椰树老板也用行动证明 自己不是在物化女性 只是平等的物化每一个性别 但即使直播每天都有十万人观看 营业额却是异常惨淡 一晚上满打满算才进张一千块 椰树老板见状直接摆烂 索性小黄车都不挂了 每天开启纯响版直播 主打的就是让观看的女师住门开心 不得不说老板是懂得叛逆的 说她擦边吧 一个比一个穿的颜色 该挡地方都挡了 说的正经吧 你确实有点若隐若现的那味 咱就是想问 这样的直播方式 有没有拿捏到你呢 当趋经少两的商家 遇到咸出僻异的大学生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小姐姐在网上买了一盒500根装的棉签 到货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拍照取证 随后就闲来无事 一根一根的数了起来 不料棉签只有450根 气急败坏的小姐姐当场就联系了客服 于是乎就喜听一元补偿 一趟的室友看了后 立马也来了幸福 当场就下单了1000张草高纸 到货之后就一张一张的数了起来 草高纸总共10本 按照来说一本应该是100页 结果发现最多的一本也才76页 最后她找客服 详细展示了自己一下午的劳动成果 74页的有两本 76页的有一本 其余都是只有75页 没过几天 小姐姐就在网上买了500个垃圾袋 还没开始用呢 就号召室友一起查个数 到最后发现 商家只发了250个 这次客服变聪明了 既然是老顾客 就赶紧说可以补差价 结果小姐姐这次根本不买账 坚持说要垃圾袋 让客服补发250个垃圾袋 被逼无奈的客服 只好全额退款 这一下小姐姐近赚250个垃圾袋 但要说最严格的 当初这位买加缩毛巾的小姐姐了 她买了100粒加缩毛巾 结果到货后只有75粒 找到商家评论 结果商家反过阴阳怪气了一波 要小姐姐亮出证据 小姐姐也不是吃素的 拆开的时候就录下了视频 这一操作 瞬间对着商家是牙扣无言 于是张家只好说 可以补偿三元 如果好评的话 可以再加一元 结果小姐姐又从快递盒子里 找到了返现五元的卡片 于是乎店家只好无奈承认 返了八元 可是这包眼缩毛巾 总共才卖7块9毛8 有位女同学在网上买了一箱橘子 闲得发霉的她竟然拿出了 尺子一个个凉橘子的大小 一侧才发现一箱橘子里面有两个个坏的 其余十多个都是个头不符的 秉承着科学的原则 随后就做出了一个PPT 有详细的次量报告和对比图 直接打包好对到了商家脸上 商家承诺一包纸一百张 结果小姐姐查完 发现只有79张 找商家理论 结果商家非让小姐姐录视频 小姐姐深正不怕影子鞋 直接拍视频查识章数 面对小姐姐发来的铁证 商家瞬间蔫了 于是承诺赔偿七元 可是小姐姐并不领情 立马拿起计算机算了算数 还把价位约算到了小数点后十位 商家这才愿意返还全额十二元 你赞同大学生的这种行为吗 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